那屁股就掉了 我的天啊 屋頂被吹先 狂風中危險飛舞 甚至落在電線上閃出火花 龍捲風的巨大陰影席捲而來 速度飛快 讓人看了膽戰心驚 美國東岸今年有個多事之秋 先是麥可颶風才剛摧殘過佛羅里達州 又來一個龍捲風毀了當地人的週末 樹木和游泳池的棚架都被狂風吹垮 造成上千戶停電 馬里蘭州巴爾地摩市也遭到龍捲風侵襲 這就是馬里蘭州巴爾地摩托尼 16年以來 它被撞了很困難 撞了車架 撞了窗外窗 撞了樹木 最後就是殺了兩人 我的天啊 那是我的車架 亞馬遜網路商城在當地的物流中心 20公分厚的水泥牆 遭到最高風速168公里的牆風吹垮 有兩人被壓在瓦砺堆下 救難人員趕緊將他們送醫 但還是回天乏術 加拿大北部也不約而同 出現暴風雨災情 索性沒人傷亡 但是被吹倒的樹木卡在電線上 許多人一大早在黑暗中醒來 即使到周日 當地強風警報都還沒解除 加拿大北部受到影響的三個省份 總計有超過10萬戶停電 修復工作至少還要花上三天 打開新聞 鄭裕宣編譯 公司